欢迎您继续收看华人世界 接下来的华人故事板块 我们来关注一名来自美国的华裔画家孔百姬 作为一名旅居美国的华人画家 他的油画里不仅有西方油画的风格与技法 更有来自东方的气质和神韵 深受美国以及日本观众的喜爱 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孔百姬的油画世界 1979年的秋天 中国敦煌木高窟迎来了一位来自上海的画家 他就是当时担任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主任职务的孔百姬 当孔百姬走进木高窟石洞的时候 立刻被眼前壮观的景象陶醉了 很奇怪的就是说本位的他这个风格粗犷 他也不追求一定要像这个人 完全是一种艺术的东西概括 跟现在欧洲的19世纪 后来出现的所谓表现派 野兽派 这个不摸而合 看来就确实是很感动 可以说也是我一生会画的一个转折点 一个月之后 当孔百姬从墨高窟里面走出来后 他完成了150幅关于敦煌佛像的画作 1980年 他举办的敦煌印象画展 在上海引起轰动 1995年 位于日本奈良的青年古寺 金松山寺派专人找到孔百姬 邀请他为寺庙画五幅佛像 那么我很高兴给他们画了五幅画 我以为他们这个是一般的收藏 结果后来他们是专门为这个五幅画 盖了一个砖店 盖了一个大殿 这个大殿里头就成立了我这个五幅画 作为永久的成立 而且他规定每两年开放一次 平时不开放的 这个是对一个画家 日本的画家都没有这个荣誉 他们这个荣誉给了我 在孔百姬珍藏的照片中 有这样一幅照片 上面写了两行字 2000年1月 纽约苏富比举行国际现代画大展 我画的菩萨被选中 并被挂在达理作品之旁 绝殊荣誉 照片中 右边尺寸较大的 就是孔百姬画的菩萨 那么展出以后我就知道 我实际不知道了 展出以后我就看了 一看就是放在我旁边的就是这个达理的画 像小鲜画 那么 当时我们几个朋友一块去 他们就帮我拍了一个照片 这样 后来这个画就给那个舒适币收藏 给他们永久收藏 2012年4月18日 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孔百姬油画展 在中国美术馆的西展厅开幕 旅居美国26年的孔百姬带来了敦煌系列 以及美国风光系列作品共100多幅 让北京的观众第一次能够近距离地欣赏到 已经在海外相遇多年的艺术作品 画展上 孔百姬还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20幅自己的作品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 对孔百姬先生的捐赠 大家赞扬 在这次展览举办的时代 孔百姬先生和夫人 以及全家 向中国美术馆捐赠20幅不同时期的概念 这些作品不是他选定的 而是我和我的同仁们在展览图置好之后 他由我们来选择 这样无私奉献的精神 也是一种品德 也是一种境界 让我们特别生成一样 1932年 孔百姬出生在浙江上渔 今年刚好80座 这次画展可以看作是 他对自己前面80年的人生总结和展示 从一幅幅不同内容 不同风格的作品当中 观众能够体会出 这位老艺术家走过的艺术道路 这幅幅的名字叫《济乐》 《济乐》 《济乐》 《音乐的乐》 它是讲一个乐手 在洞里面为佛伴奏的 那么你看这个画面 他看出来的 虽然他表情好像不是很张扬 但是我看到他的内心 但是我看到他的内心 他是非常独弱 他是非常陶醉于他的演奏的音乐声中 而是慢慢地慢慢地 我好像听到了 他在弹那个琵琶的时候的一种声音 很奇怪的 所以我当时非常激动 我好像看这个画 好像又回忆了 79年我在洞口里面画画的情景 1937年 五岁的空白鸡 从窗户外偷看邻居画画 被邻居发现后 受他为图 从此开始走上了绘画的道路 1948年 他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 生业美术系毕业 后来进入上海戏剧学院 舞台美术系工作 上世纪60年代 孔百姬被下航把民村和工厂里劳动 1972年 孔百姬被上系的校方从工厂调毁 让他重建美术系 并担任系主任 当时许多被招聘来的美术教师都质疑 一个工厂里的工人 怎么能够领导美术系呢 四面八方 从上海的画家群里头 找来了 大概差不多二十来个老师 来办这个美术系 他们参加来办美术系 所以有人提出来 我们相互之间不了解 是不是大家把作品拿出来 看一看嘛 就知道了 如今已经找不到当年孔百姬在学校展出的画作了 不过这件事情的结果 却能让我们看出孔百姬当时的美术水平 当孔百姬把自己的画拿出来的时候 所有质疑的声音都没有了 想不到你在专业上 好像有这样的经历 是我们大使的经 孔百姬的美术功底 完全来自于她的勤奋 从学画开始 孔百姬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写生创作 她的妻子曾经有十一年 没和她一起度过春节 因为春节的时候 孔百姬都会去下乡写生 她那个时候到春节前后 有一个月的假期 她这一个月从来不在家里的 带我的小女儿 这个四五岁到农村去画画 不是每一次带女儿去 有时候她带去 这样延续了十一年 所以我们家没有春节的 不过春节 到现在也是这样子 她带那个小女儿去的时候 有一次我还没有回家了 小女儿穿了下雪天了 穿了一套套衣 里面袜子都没有 很冷的 她到底顾不到 已经带了她走了 虽然孔百姬很勤奋 但是她在这个阶段 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直到她决定去敦煌写生 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 对吧 我想我自己今后 我画什么比较合适呢 那我就想 最好的我还是画中国的宗教艺术 而且这个是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中华民族的 非常引以为自豪的 一个文化遗产 对吧 我想我应该画这个 我们中国中华民族的宗教艺术 画风一样的 破在地上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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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就 啊 看 看 看 又听着画我们佛画 空白姬在敦煌 费心旺时的创作了一个月 通过150幅敦煌佛像画 她在艺术道路上 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这种风格的画作 在当时的上海 可以说开了分析之先 这个画就是 这个唐代的一个洞窟里面 我看到一个菩萨的座像 因为那个 它跟其他的都不一样 它比较融融华丽 华贵 人类也很丰满 那个不叫典型的 唐代的这种风格 我80年后来回上海 就办了一个 敦煌印象的画展 这个给个日本的记者 《朝日新闻》的记者看到 他就回去写了一篇文章 叫《一个中国人的梦》 他里面写到 他说从这个人的画展里头 我看到了 一个中国艺术家所经历的痛苦 以及他的意志的坚强 还有他对未来 这个一种希望 他讲得非常在典子上 那么很快在日本的文化界 他引起了反响 孔百姬的敦煌系列作品 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 出乎了孔百姬的预料 就连日本普通的民众 都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 就是我的画展在日本 十五个城市巡回画展 从北海到南部 十五个大城市我都只有变了 而且他们不是这个 好像复原复原 每到一个地方 他们非常认真地来接待我 而且搞群众的活动 来欢迎我 比如到那个地方 祭福一个地方 他们就是用画那个龙舟 只是叫船 在河上画那个龙舟 用这个形式来欢迎我 敦煌 这个让无数大师 陶醉痴迷的艺术宝库 也让孔百姬找到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表达方式 把心中的话 通过一幅幅敦煌的佛像画说出来 正如当年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 在报纸上所说的那样 在孔百姬的话里面 观众可以看出 历经苦难之后的 那种平静 与对未来的希望 我有一次去参观 正好碰到一边 观众里面有一个人 一个妇女 她马上就说 孔先生请你等我一下 她马上就到外面去了 过了一会儿就来了 这个妇女并不是很妇女 是个一般的家庭妇女 她带来了 拎了两包东西进来 她说 这个是我刚刚烧好的 我最喜欢吃的 这个伙食和素材 一定要请孔先生带回去吃 我在日本类似这种例子 蛮多的 所以我感觉到 我很开心 可以说我在日本 至少有几千个人家 他们家里都挂着我的画 天天在膜拜 我说我如果这个画能够带给日本人 这样的一些安慰 我感觉到很值得 虽然空白机通过敦煌系列 奠定了自己在亚洲话坛的地位 可是随着他移民美国 他的优势却荡然无存 西方的美术界并不喜欢空白机的东方佛教题材 那么他在美国的艺术之路 到底要如何走下去呢 请您关注我们下期的节目 好 华人世界 我们的家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这里是中国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